绵羊班的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金老师 现在又到了说故事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 好饿的小蛇 好饿的小蛇 有一天 有一条好饿的小蛇 在树林里走来走去 它发现了一颗圆圆的苹果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它会做什么呢 哇 哇 真好吃 小蛇把圆圆的苹果 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第二天 好饿的小蛇又出来散步 走来走去 它发现了一根黄黄的香蕉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 它会怎么样呢 哇 哇 真好吃 黄黄的香蕉被小蛇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第三天 第三天 好饿的小蛇 出来散步 走来走去 它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的饭团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 它会怎么样呢 真好吃 三角形饭团被小蛇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第四天 好饿的小蛇 出来散步 走来走去 它发现了一串紫色的葡萄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 它会做什么呢 哇 真好吃 紫色的葡萄 紫色的葡萄 被小蛇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第五天 好饿的小蛇 它出来散步 走来走去 它发现了一个尖尖的凤梨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 它会怎么样呢 哇 真好吃 尖尖的凤梨 被小蛇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第六天 好饿的小蛇 在树林里面散步 走来走去 现在 它发现了一棵 满满的都是苹果的大树 小朋友 你猜猜看 好饿的小蛇 它会做什么呢 小蛇 爬呀 爬呀 爬到树上去 然后 啊 张开嘴巴 啊 哇 哇 小蛇 小蛇 把苹果树 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嗯 啊 好好吃哦 小蛇 小蛇 它吞掉了很多东西 吃得很饱 好饿的小蛇 现在很饱 它准备睡觉了 小朋友 金金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金金金老师要问小朋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 尼安班的小朋友 小蛇 吃掉了 苹果 苹果是什么 形状呢 小蛇 小蛇吃掉的苹果是什么 形状呢 是圆圆的 还是三角形 第二题 小朋友 请告诉金金老师 小蛇 它吃掉了黄色的水果 黄色的水果 是哪一个水果呢 好 小朋友请你把答案 告诉金金老师哦 请妈妈 recurge 起来 给金金老师 好吗 好 谢谢小朋友